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北京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未婚女子许婷动卵权的裁决 这是一场持续6年的生育服务斗争 最终以法院维持医院拒绝许婷动卵服务的裁决而告终 许婷在2018年首次尝试动卵,但因未婚身份被拒绝 她不仅面临医生的劝说,还遭遇了高昂的国外动卵费用和疫情延误 尽管她的上诉未能成功,但她希望这次挑战能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社会观念产生影响 这场斗争不仅是许婷个人的选择,更是对传统婚姻与生育观念的一次冲击 凸显了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梦想与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的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名未婚女性许婷 Teresa Sue动卵权的裁决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这场持续六年的生育服务斗争,最终以法院维持原判告中 认定医院拒绝许婷动卵服务并未侵犯她的权利 这一消息于周三通过许婷的直播宣布 她在直播中坦言,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这些年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结局和答案 事情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许婷只有30岁 一名充满事业激情的年轻女性 她首次前往医院进行动卵咨询 但当医生得知她未婚后,这个期待破灭了 根据中国的医疗规定,女性必须已婚才能进行动卵手术 许婷愤愤不平地回忆到,2019年医生曾善意地劝告她 你现在应该生孩子,事业可以随时发展,但以后生孩子会更难 这番话让她感到失望和愤怒 我寻求的是专业服务,但得到的却是这种人生建议 为了实现自己的生育选择,许婷曾考虑过其他途径 比如在国外动乱,但高昂的费用让她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她在2019年多次尝试让法院受理她的案件 但过程因疫情而延误 2022年,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定医院无措 许婷随即决定上诉 即便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 但她依然坚持追求这一目标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有所改变 她指出,尽管判决结果不利 但判决中有积极的语言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 相关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诊断和治疗标准 以及医学伦理标准也可能相应改变 许婷的斗争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更是对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 在中国,婚姻和生育被视为紧密相连 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往往被忽视 许婷的案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人支持她的勇气和决心 认为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步 媒体的报道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许多人开始反思中国的生育政策 很对未婚女性的歧视 许婷的故事也反映了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梦想和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女性能够在不受婚姻状况限制的情况下 享有生育的选择权 这场斗争虽然在法律上已败诉告终 但她带来的影响和启示将持续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社会观念 这个案例背后彰显了中国女性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许婷的坚持和勇气激励了许多人 她成为了许多女性心中的英雄 通过她的故事 人们看到了现代女性在追求个人梦想和面对社会压力之间的挣扎 以及她们为争取平等权利所做出的努力 尽管许婷的法律斗争告一段落 但这场风波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却远未结束 在中国 生育政策和对未婚女性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变 许婷的努力和坚持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并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 在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改变 使得每一位女性都能享有平等的生育权利 不再受制于婚姻状况的限制 总之 许婷的故事是一个现代女性勇敢追求自我 挑战传统观念的典范 她的案例不仅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更促使人们反思和讨论现行生育政策 和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她的坚持和勇气将激励更多女性站出来 为自己的权利和梦想而奋斗 这场斗争虽然结束了 但她带来的影响和启示将持续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社会观念 推动中国迈向更公平更开放的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北京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 近期对中国一名未婚女子许婷 寻求动乱权的案件作出裁决 维持了此前对她不利的判决 结束了这场持续六年的法律斗争 此次裁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许婷首次在2018年前往医院 当时她30岁 询问是否可以动乱 尽管进行了初步咨询 但当医生发现她未婚后 告知她无法进行这项手术 根据中国的医疗规定 女性必须已婚才能进行动乱手术 这一规定旨在确保生育服务 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 但也因此限制了未婚女性的生育选择 许婷表示 医生在咨询过程中 一直劝她应该尽快生孩子 并告诉她 事业可以随时发展 但生育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许婷认为 她寻求的是专业医疗服务 而非人生建议 这让她感到愤怒和无奈 她曾考虑过在国外动乱 但发现费用过高 2019年 许婷多次尝试让法院受理她的案件 但因疫情影响 案件进程被延误 2022年 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首次裁定 医院在拒绝她动乱服务时 并未侵犯她的权利 许婷决定上诉 希望通过法律途径 改变现行政策 许婷的案件 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更是对中国社会 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 在中国 婚姻和生育 被世卫紧密相连 未婚女性的生育权利 往往被忽视 许婷的案件 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 许多支持者认为 她的勇气和决心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许婷宣布裁决结结果时 她表示 这一结果并不出乎她的意料 但她希望这场斗争 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她指出 尽管判决结果不利 但判决中提到 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 相关的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 诊断和治疗标准 以及医学伦理标准 也可能相应改变 这场斗争 反映了现代女性 在追求个人梦想 和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许婷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更多女性 能够在不受婚姻状况 限制的情况下 享有生育的自由选择权 这场斗争虽然结束 但它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将持续影响 未来的政策和社会观念 这一案件的结果 显示出 中国在生育权力问题上的 保守立场 但也透露出 未来可能进一步改革的潜力 随着社会观念的逐步变化 和政策的调整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能够在婚姻状况之外 做出符合自己人生规划的 生育选择 许婷的案例 为这一未来变革 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基础 和社会参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场动乱权的斗争明显 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需求 尽管法院裁决不利于许婷 但她勇敢地挑战了传统观念 为无数未婚女性树立了榜样 所谓事业与家庭不可兼得的刻板印象 早就应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女性应该有权选择生育的时机 而不需依赖婚姻这一形式 看看国外 许多国家早就允许未婚女性动乱 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听 但一点现实考虑都没有 中国的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 要是每个未婚女子都来动卵 医院还能忙得过来吗 更别说那些未生孩子 焦头烂额的已婚夫妻了 还有 你说什么文明社会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不是你说模仿就能模仿的 许婷的案例只是个别现象 不应该成为改变整个社会规律的理由 其其 这种恐慌论听多了也就失去效果了 中国的医疗资源紧张不是拒绝进步的理由 而是应该提升管理和资源分配的动力 再说了 许婷的案例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这只是冰山一角 你看曾广贤文 李早就说过 众口硕精 机毁消股 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广泛忽视 靠一味的排斥和拒绝 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哎呀 楚天书 你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左传中可是说过理法之道 不可废也 社会有一套运转规律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 未婚女子要动卵可以理解 但这会带来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 孩子出生后的法律身份如何确定 这些问题可不是喊几句进步就能解决的 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难道你一个人说推翻就推翻了 琪琪啊 你这传统两字也不要拿来当挡箭牌 孟子有言 权未便宜行事 传统是人定的 不是石头客的 有些东西该改就得改 否则怎么能与时俱进 孩子的法律身份确定这些问题 国外早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 再说了 许婷的案子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正视并解决它呢 要是你还是抱着传统不放 那我们的社会怎么发展 楚天书 你这可真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 社会发展是需要 但不能以牺牲现有秩序为代价 许婷的勇气是值得尊敬 但他的案例不应该成为改变社会规律的推动力 韩非子说过 以法治国 以行止乱 法治社会就应该遵循现行法律 要改变 也应该是通过合法 合理的渠道 而不是靠个人斗争 再说了 社会的进步是逐步的 不是你一踢就踢开所有障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咱们聊聊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中国法院对未婚女子许婷动乱权的裁决 这事迹可真够惊心动魄 让我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六年的斗争背后的点点滴滴 首先让咱们认识一下主角 这位36岁的未婚女子许婷 她的勇气和决心可真让人佩服 从2018年开始 她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生育权力奋斗 当时她30岁 前往医院询问是否可以动卵 想给自己一个未来的生育保障 结果医院一听她未婚 立马退堂鼓了 说不行 你得先结婚 医生还有善地劝她赶紧生孩子 事业以后还能再整 这话听得许婷气不打一处来 她寻求的是医疗服务 结果得到的却是人生指导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许婷曾考虑过去国外动卵 但费用太高 只能望而却步 于是她决定走法律途径 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进展一波三折 还因疫情耽搁了不少时间 最终 2022年法院判决医院的行为 并未侵犯她的权利 虽然这结果对她不利 但她仍不服 决定上诉 希望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里有个关键点 大家注意 法院在判决中提到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 相关的医疗卫生法律 法规 诊断和治疗标准 以及医学伦理标准 也可能相应改变 这话里有话 这可能意味着 未来的政策会更灵活 更开放 这给像许婷这样的女性 带来了一丝希望 许婷的斗争 不仅是她个人的选择 更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 中国社会对婚姻和生育的看法 根深蒂固 未婚女性要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难度可想而知 许婷的案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人支持她的勇气和决心 认为她是在为推动社会进步做贡献 这场斗争也反映了现代女性 在追求个人梦想和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 许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女性能够在不受婚姻状况 限制的情况下 享有生育的选择权 虽然她目前的斗争结束了 但她带来的影响深远 对未来的政策和社会观念将持续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 许婷的案件是一场 现代女性与传统观念的较量 这场斗争虽然以法律层面告一段落 但她激起的讨论和思考远未结束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结果如何 只要敢于挑战和追求 未来就有可能有所改变 让我们为这位勇敢的女性点赞 期待更多的政策变革 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